禮拜天打給我是因為跟我講說 因為他住在這個更新醫院 那時候因為健保卡 可能我也聽不太懂是什麼 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說我來處理 因為禮拜天都沒有人上班 那第二天早上起來才要打電話 電視上就看到了 然後我就打給叮噹 他說昨天潘燕走了 很抱歉沒有幫到什麼忙 其實我一直故意 這個也一直建議政府 一定要關心這些 尤其這些老藝人 那你看之前前一陣子 已經有多久沒有在電視 但是所有的電視有沒有演過什麼連續劇 是國語的連續劇 沒有 所以其實老實講他們失業非常非常久 但是誰去照顧他們沒有人照顧他們 所以他之前那一陣子最不好的時候 他也曾經經常打電話給我 那我多少都會幫助他們 我跟他的交情 從我進入台式之後 已經五十來年了 就認得了 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 我都叫他們門 門 經常在一起喝酒 吃飯 人 認識的人越來越少 很好的 各位 幸好 我做到 下午 我做到